大家好,我是J.Y. 今天就收到最新的Razer Phone 2 左手边这一部就是第一代的Razer Phone 大家看到有什么分别呢? 我稍后会介绍一下它有什么分别 最主要外观上很接近 坦白说,如果它很有名称的话 那部机没有理由大改的外观 所以外观上很接近 但是主要外观上也有些分别 首先前镜头和感光的感觉摆位不同了 然后两部机的SIM卡摆位不同了 主镜头摆位不同了 最主要就是背部的设计不同了 我们第一代的机器是一个普通的Logo 以及一个叫做磨砂金属面的背面设计 而我们的新机器是一个玻璃面的设计 以及Logo不是普通的Logo 而是一盏灯 甚至是可以转色的 我现在转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绿色是它的最尊重 但是假如你是不喜欢绿色的话 我想转红色 其实它里面是有 在设设计上可以转 所以转变成红色 有一个位置叫Chroma 其实Chroma是Razer的独有技术 到Chroma的时候 先讲下面 有三个模式 有High、Medium和Low Low就是后面那盏灯 有Lotification的时候才会亮 长期就不亮 Medium就是 你开了机器的时候 那部机器会亮 关掉机器的时候 就只是Lotification会亮 而High就是长时间 它都会亮 这里是一套 Chroma effect就是平时的亮 而Lotification就是 WhatsApp彈出来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颜色灯 自己可以教 我现在主要教Chroma effect 给大家看 我现在就tune了红色 譬如你很喜欢 要最原初的信仰 我要绿色 那其实在里面 在这里转 转完之后 就是绿色的了 还有其他颜色的 因为它是RGB 所以你可以选到不同的颜色 譬如女士 可能选回粉红色 有些想 阳光一点 选回黄色 我自己tune 除了刚才我tune完 它长期穿着同一颜色之外 其实这个只是 其中一个Mode 其实还有两个Mode 第一个Mode 第一个Mode 就是呼吸灯 就像大家平时用keyboard 一开一收 一开一收 大家看到 会一开一收 一开一收 而第二个Mode 就是 最后一个Mode 就是这个光谱 它就保持着 有不同的颜色在转 大家都看到 它是在转不同的颜色 好 那我们现在就拿着两部 左边这部是第一代 而右边这部 就是第二代 我们现在两部 都调到最暗 那我们现在可以试 光度给大家看 我先把第一代 调到最 光先 大家看到 其实它和最暗的时候 分别是 不是很大的 当然是光较一点 但是也是偏暗的 这个也是第一代 普遍遇到的问题 而我们现在新这部 我们教最光的时候 明显是有差距的 就是首先和最暗是有明显的差距 而部机也是被以往光了 但是去到新一代 大家就有点取捨了 它光了的情况下 因为第一代是没有做到 这个叫做防蓝光的技术 所以明显是叫做俗称的白屏 那色彩会比较鲜艳 但是不好处就是 你长期看 眼睛很快就会累 因为色彩比较鲜色 而防蓝光的螢幕 有些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喜欢的 因为可能觉得色彩会偏黄了一点 但是如果在于是长时间用来打机的话 看着一个这么小的螢幕 如果色彩也是很鲜 眼睛就会很累的 刚才也说过了 所以它有它的好处 好了 其实螢幕是最大的120Hz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调整 可以选60Hz、90Hz、120Hz 其实这个选择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时候你看一些影片 如果它本身不是走得很 就是它本身不是走得很 就是它本身不是走得最顺 的时候 你把螢幕降到120Hz 反而反过头 它是会起格的 所以这个可以自己调整的时候 譬如你看一些普通的影片 转回到60Hz来看 就会舒服一些 但是譬如你去回打机的时候 你开回120Hz 你打机的时候 又会顺畅 其实Razer Phone第一代 已经有一件事叫Film Store 但是没有很特意介绍 因为当时可能和各大厂商的合作 还未那么完善 而去到Razer Phone 2的时候 其实厂商都已经比较多的合作 大家看到有铁拳 有一些传说对决的主题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Film Store找 这些是Razer 独家的 所以如果特别你是粉丝的时候 即你是脱拳粉丝 这些主题很适合你 叫得做Gaming Phone 所以其实坊间很多会推出打机的电话 其实都有这个Game Booster 它的Game Booster有三个选 那Performance就是将所有的推到最尽 Custom就是你选择哪一款Game Booster 那你因为 为什么Custom那么重要 就是譬如你打电话机的时候 你WhatsApp背景在做东西 你不一定想它浪费那么多资源做的东西 所以你有一些Custom的时候 就是某些Game会Booster 某些Game不Booster的时候 譬如你有些很简单的手机Game 它不Boost 它可以不Boost 它就省下电话 而PowerSafe就是任何Boost都不开 那大家就按自己的需要 譬如你那天主要是拿去做东西 就是你现在大家都明白 你出去拍东西都可以拿手机 那你就主要需要省电 那可能用PowerSafe就会更好 那如果你全日留在家就是打机 或者你全日出家就是打机 随时都充电 那你当然可以开Performance 我知道很多外面的评测 现在都会试PUBG 传说对比那些 但是为什么我会开一只比较旧的Game 因为这是一个情意结 那话说小朋友呢 上一部Razer Phone 第一部的时候 装了PAD 下去 它是拿机 所以我今天就要试给大家看 它Razer Phone 2 会不会拿机 大家看到明显 它是不拿了 我很感动 很感动 可以玩回自己的Game 就是没有拿的 因为上一代是试的时候 不知道是我拿上手的时候 它还没弄好还是怎样 是有少拿机的 都挺明显的 而且现在明显 它在不同的游戏方面 就不是同厂合作才有调整 尤其所有的游戏都有调整 那首先给大家看 基本上 所有东西 我开回最光了 那接着 你不找到这些 我开高精率模式给大家看 就是了 接着 可以有证据显示 那基本上 所有设置都是推到最尽的了 那就可以 大家看到明显是 是漂亮的 那当然 那当然 你说 你不可以说 手机Game 不是Game 这些很容易 但是画面是漂亮的 那也都明显对比 你用其他手机玩 就是用一些 其他旗舰机 我自己暂时也未必做到它这么漂亮 那我自己暂时觉得 那但我现在就开了这个Game Booster 那我就试试试打开 那我试试打开 看看会不会 即打开了GameBooster 之后呢 你是明显看到有少少所谓起格的 即有些狗雅位 我们俗称 那但是 可能它本身已經是用到S845的關係 而有8GB RAM 那個差距好像不太大 但畫面上就很大 但實際操作上是否順不順呢 就差不多 它這部也跟上次一樣 講到明是支援Dobby Atmos 的技術 雖然大家聽不到它 我聽給大家 我幫大家聽 是Dobby Atmos 世界上的第一次動物的電影 用能力移動的音量 可以通過的音量 其實它的示範 就有點像 大家現在去看電影 如果你那間電影院有Atmos 技術的時候 那條示範 就很明顯聽到那些聲音 是四方八面的 不是兩個喇叭的聲音 只是這麼簡單 譬如它在這點出聲 這一點和這一點 雖然都是左邊 但聲音都是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大家 特別看Netflix的時候 因為會支援HDR 和Dobby 一會兒都試一試給大家看 那就會很明顯 但譬如你說 平時看YouTube影片 沒有支援的時候 就未必好聽到 雖然說Netflix 有很多調整 但大家最主要都是看YouTube 對不對 我現在就開到1080 就播一條YouTube影片 這就是Captain Marvel的影片 基本上要清就清 要有的東西都有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它的喇叭 即使沒有Atmos 的情況下 聲音都是比一般旗艦機來得漂亮 我覺得它的喇叭是做工比較好的 我覺得 聽到聲音是清 和比較出 我現在就開了Netflix給大家看 明顯跟剛才看YouTube的畫面是不同的 畫質和聲音都不同 因為Netflix的Jessica Jones 是支援HDR 不度比5.1的技術 所以聲音是漂亮了 同時畫面相片也是漂亮 它的光暗畫是做得好 它的景深是不同的 看到 因為有HDR的時候 是多了這些東西的 總結來說 RESA Phone 2 我覺得是比第一代 在很多第一代的不足來說 都有很多的改善 例如螢幕的亮度 第一代是偏暗 其實打機是不舒服的 它就變回正常的亮度 是舊那部的兩倍 所以明顯就舒服很多 喇叭也做得好 聲音也做得好 然後我玩輕一點 終於無力了 這個很重要 對我來說 所以都可以的 但是它就轉了 由白芒成為黃芒 有好有不好 有些人可能 大家未必會接受 色彩沒有那麼出 但是 論你打機來說 不單是舒服了 對眼睛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 我覺得是好玩了